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轻语表 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 美国新房开工率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其他领域的复苏脚步迟缓滞后的时候 仅依靠房地产来推动整个经济复苏 这种现状令人担忧 另外,在令人兴奋的数字下面 是多户住宅开工率上升 和单户住宅开工率下降的现实 穆迪公司高级分析师西利亚·陈指出 围绕联邦预算的不确定性 使投资人信心不足 也使购房者的热情受到影响 不过他相信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将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美东单户住宅的修建 相当于增加五个就业机会 其中两个是直接就业机会 三个是间接为零售业和金融服务业 创造的就业机会 一个更强大的房地产市场 肯定有助于推动整个经济 房地产市场带动加德宝等公司的 房屋装修材料销售 但美国全国的零售额实际上下降了 说明消费者支出今年第一季度比分析人士预期的要疲软 根据最近一项对美国人消费方式的研究 94%的美国人在购买日常用品和副食品的时候仍旧精打细算 即使经济好转 他们也打算继续过紧日子 这项研究还显示 人们现在购物时目标十分明确 很多人不再追求名牌 而是转向了价格比较低廉的牌子 另外还有不少人在购物时充分利用减价券 美国运通公司首席执行官肯陈纳德对经济增长前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认为总的来看经济复苏会比较慢 我不太相信经济在近期内会有任何大的起色 我觉得我们只能希望经济保持平稳